再一个我们理解体罚呀 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就是粗暴的动手 对 体罚其实是什么 是一种挫折教育 就是不要让孩子总感到 事事都顺着他 他事事都舒服 我再举一个和体罚很类似的例子 咱们我们小时候呢 中国青年报有一位 叫知心姐姐的大姐 姓卢 现在我跟她也很熟 她讲她小时候 她家里总共啊 兄弟姐妹五个 她是最小一个 照理说老嘎的 应该得到母亲的溺爱吧 买冰棍 买五个冰棍 五个人一人一根 她母亲偏偏就对她说 来 给妈吃一口 她反而说 哥哥姐姐 为什么你不吃她的 你咬一口 我剩不多少了 那也不行 给妈吃一口 她必须有什么东西拿来 先给她妈咬一口 然后她再吃 是她母亲在乎这口东西吗 不是 就是让她从小形成一种习惯 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是你的 等到长大以后 你自然形成一个习惯 我要吃什么东西 应该给我爸给我妈一口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道德教育 不能被考虑 说到这儿 我觉得大家别以为赵老师 会简单通报的 其实人家教育孩子有高招 张静真跟我们说一说 是吧 实际上在小的时候 在城镇大的时候 打得更多一些 走到青年的时候 或者十五六岁了 我爸的教育方式 因为我爸也愿意看书 就是他也在转变 当然我觉得我爸 一直在我心里很高大 很有威严 不管说啥之后 我没听到这个道理有多少 就只要我爸要揍我 听话听音 但是后来呢 就是有一次我的比赛 还是训练 我不记得了 就是他回家之后 我一直到家之后 这一晚上也没打我 第二人找着说 他你三点两点 跟我从铁锡啊 你骑进车车 我骑那个道具驴 因为我爸当时啊 就是和我妈 整个小海鲜嘛 因为维持家庭生活嘛 减减那个工资 结构是不够的 完了从这儿骑到北航 传着去拿一圈腥味 让我骑那个自行车 跟着 跟着去上货去 我不明白嘛 刚才什么 上货 去了之后 讨价还价 把他搬上来的冰块 冰坨冻 再回到冰库 冰库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活道嘛 冬天活道 它有坡度的 它有雪和冰嘛 这个时候 我父亲骑就骑不上去 就需要下来推 推的时候 我当时我就非常非常觉得 我爸非常辛苦 但我也能感受 他说我要下来 把车停 我要帮我退一下 我爸说 不用你 我只需要你给我看 就看我一天干什么 去下来 回到那个国云村 就一直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就觉得确实是 言传神教不仅是大 让我感动 我立即要改变我家庭命运 我父亲对我的这种爱 确实是能够体会到 谢谢你 谢谢大家